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定到我们关于茶的音乐节目的最后一集 我想要回去我们的开始地方 穆扎 在穆扎喝一杯茶 放轻松 离台北的污染和噪音很远 正舒服 我们望的第一集回头看 我发现我们真的有进步 我们发现了台湾的另外一个新世界 台湾茶文化的音乐 我真的要感谢大家 感谢艺术家马丽莹和在公园里的她的朋友 感谢林丁城先生和林太太 并临的黄世本先生 还有黄王菊莹太太 我们俩打关于茶的唐舍松赐 也有怪不见台湾用明南话唱的香包歌 可是创作音乐的人 特别是世界音乐的作曲家 常常 常常北茶文化 吸引 觉得一边喝茶 一边听清宗的音乐很悲 我们刚刚好正在喝一杯茶 我推荐来听一下世界音乐的一段句子 加竹篮大方 张富权作假写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这段音乐可以让我放轻松 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台湾传统的香包歌 看林丁城先生写的书 听他录音的香包歌 是发现以前在山上的人这么过生活 知道他们担心什么 知道他们的爱情方式 在之前的节目里 我们知道了古人 对爱情有比我们现在想象的更多的自由 但是 还有我很喜欢的这个声音呢 我对茶的音乐开始有兴趣的时候 我的台湾朋友都跟我说 最有名的是客家山歌 客家人来到台湾的时候 这有往山上炸可以住的地方 去种茶 继续发展他们的山歌文化 我们来听一段台湾 《客家没弄的山歌》 《客家没弄的山歌文化 》《客家没弄的山歌文化 》《客家没弄的山歌文化 《客家没弄的山歌文化》 《客家没弄的山歌文化 《客家没弄的山歌文化 《客家没弄的山歌文化》 《客家没弄的山歌文化 《客家没弄的山歌文化》 《客家没弄的山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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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表演流浪曲一个村到另外一个村 表演菜茶戏 买茶叶和中芽 我们来听一段菜茶戏的剧情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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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呀 万能采用 拿到 没呀 采用 所以咱们去玩 柯家人和柯家文化真正的让我想探究的是 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的音乐特色是什么 台湾现代的柯家歌手有谁 客家歌手这么适用 他们很有力量的文化一展 我要知道 我更应该了解 我需要答案 所以我跟你们乐 下一周开始关于客家音乐的主题 下一周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